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Brie 非常高兴 今天有机会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去交流 然后我们团队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每个星期都保持在 跟我们国内的供应商 和海外的客户 一个密切的交流 然后我们的团队 也单独去整理和分析了 很多中国现在的一些 出口的数据 那我们结合着 我们自己的经验体感 以及结合着这些客观的数据 今天会把我们的topic 分成三部分 然后四部分 第一部分会来讲一下 整个中国一到二月份 一个出口数据的一些变化 它同比和环比的一些变化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中国原料药市场 它的一些现象 第三部分就是 根据这些现象和这些数据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上 可能觉得给大家 未来的发展提的一些建议 和看到的一些趋势 第四部分就讲一下 就是我们能在这个大势之下 能为大家做点啥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部分是一到二月份 中国医药保健品的几个 进出口数据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中药类 西药类 还有医疗的器械类 可以从数据上 非常直观地看出 那从一二月份 它的整个中药类 是同比 是下降了12.44% 西药类是下降了8.46% 然后唯一可以增长的是 医疗器械类是增长了10.18% 那总体加起来呢 一二月份跟去年去相比较的话呢 还是微微地下降了1.23% 那主要是得力于医疗器械类的这个品种 在大量地增长 我们这个呢 来重点看一下中药类的一个产品出口的一个情况 中药类的产品出口占比最多呢 是中药提取物 中药提取物的话呢 同比是下降了21% 这个下降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中药采集影片下降了19% 保健品增长了36% 中成药是增长了52.56% 那就是有增有降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西药类 西药类呢最大占比的原料药 我们可以看到 原料药 然后同比是下降了10.48% 然后西药的这个成品的出口呢 是增长了12.04% 生物药的出口呢 是同比下降了14.56%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展现 这个是我们中国医药出口的十大市场 其实除了俄罗斯之外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俄罗斯这个出口 它的增长 也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原因存在 这是一个出口地区的分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我刚刚有讲到原料药 其实是在大幅下降的 我们把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 我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这种去分析 那其实实际上 我们1到2月份 它的产量相对于去年来讲 它是有一些改善的 虽然说在整个规模上 出口的过程上下滑了 但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产能是在释放的 它下降有一部分原因是市场需求的问题 有一部分原因还是有中国春节的问题导致的 这部分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印度市场 因为原料药最大的市场 其实是在亚洲 亚洲最大的市场就是印度嘛 印度在这种整体数据下降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中国出口到印度的中间体的总额 以及API的总额都是在增长的 那这个印度市场这两年 它的这个快速的崛起 医药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分不开 那你看到它的数量增长 价格增长 总价增长 但是数量增长的幅度 远远大于总量 这个总金额增长的幅度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的单价在大幅的下跌 这是整个的一个 印度出口的一个情况 那根据上面这些数据 上面这些数据 原料药的数据 然后出口的数据 各个国家重点地区 我们对比的一些数据呢 我们看到的一些 现在原料药发展的一些市场的现状 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什么样子呢 也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第一点来讲呢 其实原料药它的量 从这些年都是一直在 非常健康地增长的 就是总量其实一直在健康地增长 哪怕在2023年2022年 我们看到了出口金额 尤其是2023年 在大幅下降的前提条件下 它的数量还是在非常有序 非常好的一个增长的比例 但是呢 它为什么单价一直在下跌 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原因 那数量增长 它总归是一个好的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行业的潜力 还是有的 还是非常巨大的 那它跟它这样的一些增长呢 跟中国原料药 它本身具备的一些 产业优势和供应链优势 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了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原料药 不仅是原料药 化工品 然后食品保健品 各种添加剂 它都具备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从原材料到基础化学品 基础化学品到高精健的一些产品 其实中国都是可以配备的 它包括有上游的优质的化工的资源 价格低廉 各个方面生产成本 然后种类丰富 产能高 强大的制造能力 CDMO业务的发展壮大 这些都是中国在医药行业 它具备的一些优势 那除了优势 这个产业优势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政策 其实是鼓励原料药 鼓励我们的医药 去新兴向荣地去发展的 每年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 去鼓励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这些都是好的一面 其实我们今天可能 这是英文的翻译 跟上面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我今天 好的东西是老生长台 重点讲一讲 我们团队在去全球化出海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看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 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优势 可能放到全球市场上来讲 其实这个生产制造能力是首屈一指的 但我们在出口过程当中 今年我们去拜访 大家的日子实在是很难过 然后用的最多一次就是卷 第二个听到最多就是价格下跌的太多 那是为什么造成了这样 就是一个本身非常具有优势的 这样一个行业 但是大家整体的日子都很难过呢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几种 这三点就是我们团队 整体的一些个人的观点 第一点来讲呢 就是现在中国原料药出口 它整体还是以大宗产品的出口为主 我们去分析过啊 占比最大的都是大宗产品的出口 这样呢 其实给很多的海外客户 造成了一个刻板的印象 说实话 就是我们自己有很多团队 是很多我们公司的人士 是老外 他已经剔除掉了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滤镜 他会更加客观地去看 中国原料药的一个地位 那我们得到的消息 比如我去韩国 去泰国去出差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哎中国有优势的就是大宗产品 比如像普洛西通啊 阿奇梅酸这种大宗产品 中国是有优势的 新药中国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啊 中国的无论是合成能力 还是发酵能力 在新产品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但是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些局面呢 他跟大家现在选择这个 很多厂家的这种同质化的品种 以及在大宗可能确实体量非常大 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 那这种前提提到一下 是不是有人去发展 透色原料 去发展一些创新药 这样做的人可能有 但是没有那么多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呢 就是行业的内卷非常严重 产能过剩 我们有一次出差的时候 有客户跟我们开玩笑 我们说价格实在太低了 他说不如我没有办法 我作为一个采购 我作为一个采购 我必须把这个最好的价格 去呈现给我的公司 但是你看最好的价格 并不是我逼出来的 是因为你们总是有竞争对手 然后总是有同行 给我报一个更低的价格 所以这个出现这个价格 很低的这个原因 应该去问一问 为什么你们的政府 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机构 要批这么多同质的这种产品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批复 然后我们其实很多厂家 在选产品的时候 选的同质化也比较严重 比如我们出去看 可能比如看十家公司的这个产品清单 可能有一半六七个 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重复度 但是我们确确实实 在我们的体感上 无论是我们的韩国客户 泰国客户 还是海外的客户 有很多个品种 是我们在中国给它找不到的 就是有很多细分的领域 有很多小的领域 是大家没有看到的 反而大家更多看到的是那些 很热很大的一些品种 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大和热的品种 一样意味着激烈的竞争 那是否有人去做那些更细分 更少重的领域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到了很多市场的空间 这是第二部分 就是行业内卷严重 第三个我们遇到的就是出海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文件体系 文件体系 我们前段时间在团队内部还讨论了一个Case 这个Case是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以非常公开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瑞硕法 他听这个API 我们看到大家都说印度的价格低 我都觉得可能印度的价格就是低 但我看到这个品种 它在一些规范市场卖到了1500美金每公斤 其实这些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中国的价格可能现在就在 五六百美金六七百美金这样的样子 那这个价格差距到一半 我们去跟客户去谈 是否可以去考虑二贡 其实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 因为做原料药的时候 原料药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二贡 更换一个贡献商 增加一个贡献商 客户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 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所以往往呢 就是是否拿到一贡的这个位置 就是非常非常关键 其实我们的客户也会非常诚实地告诉 你一定要去做一贡二贡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但我们去做一贡 其实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就是在文件 首先呢就是 中国取消了那个GMP的HaraCopy 然后虽然说有CDE CDE呢 其实对中国人自己市场比较友好 但是对海外市场 确实有一些很多国家是没有能力 尤其是新兴发展中的 这种新兴国家 新兴市场 它是没有能力去做完整的神迹的 在这种前提上 向它高度依赖我们一些成熟的GMP文件啊 等等之类这种国际公认的 来做它工商准入 但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 有很多企业就遇到了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给知己的客户 去提供配套的这种文件 去完成它的注册 DMF文件 它整个的文件的速度 其实相对于印度的企业来讲 也是要慢很多 那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 也是不断地去跟工厂去讲 去跟工厂讲 一定要去拿一共 一定要去把文件体系往上去提升 只有提升完之后 我们才会在价格上 在数量上 有更好的空间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个 比较影响中国原来要出海的三个现象 那除此之外 刚刚讲的其实更多是内忧 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患 什么外患呢 我们明显看到 比如说美国 印度 欧洲 有大量的原料药回归的趋势 对吧 大家都在喊着 我可能为了考虑 公民链的这个安全 因为疫情期间 其实出了很多不好的这种情况 我们鼓励 政府鼓励 公司鼓励 去采购当地 美国的 欧洲的 或者印度的原料药 而非中国的 因为实在是不能把 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这样也会对原料药的出口 中国原料的出口 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冲击 这是我们已知的 美国 印度和欧洲 它已经公布的 我要原料回归 并且有能力回归 除此的话 我们还看到了 就是除了这些印度 欧美 当然他们回归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确实在 蓬勃 非常蓬勃地发展 非常快速地增长 除了已经提到的欧美印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国家 比如说伊朗 孟加拉 还看到了巴基斯坦 还看到了埃及 他们的国家和政府 也都是在鼓励 我们原料药可以自己去回归 然后去年的时候 我们去看到 埃及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工业园区 其实政府也是 给了很多的支持 一定要让原料药去回归 当然它落地还有时间 但这也是我们 可能在未来几年 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市场的风险 那针对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看到的 中国的原料药的 一个出口的一些数据 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 一些现状 看到的一些短板和优点 还有一些市场的风险 那我们会对 整个的这个原料药的 行业的生产企业 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不用讲了 就是因为你看产能过剩 大宗的这个原料药 毛利低 多国支持产业链本土化 工业链本土化 那倒逼中国的原料药 它必定一定要去进行 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那产业升级的方向 就是特色原料药 对吧 然后CDMO的业务 原料药 制剂 一体化 一些创新的原料药 这四个大约的一个方向 就是大家公认的 医药行业去发展的 一个大事 那首先来看 特色原料药 特色原料药呢 它肯定的 它的技术壁垒 是要相对高 竞争的这个格局呢 肯定是要宽松 然后毛利率呢 也是要相对好 同时呢 市场空间也不小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 但我这里要讲的 这个特色原料药呢 可能除了我们看到的 一些大热的品种 比如酱糖 大热的西汤列厅 四美格鲁泰 还有一些小的领域 也可以值得大家去关注 这是第一个特色原料药 第二个呢 就是生物制药不用讲了 我们看一下 全球市场的这个生物制药 它的规模 也是增长非常非常快的 每年是平均 8.6% 10%左右的一个增长速度 尽管这两年 中国的这个生物制药 它遇到了一些寒冬 它有一些泡沫 但是这也是 医药行业发展的一些大事 所以围绕着生物制药 相关配套的一些 辅料 一些原材料 还有对应的一些产品 它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自己 有很多朋友 很多同行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边 生物制药里面 选了一个赛道 然后就做了很多品种 确实有很好的 这个投入产出比 这是生物制药领域 当然生物制药领域 我们看一下 这两年大热的思美 思美格鲁泰 刚刚我还跟 下面的这个同行 进行的交流 然后还有很多 生物制药的一些 CDMO的一些业务 包括一些专利 即将到期的一些药物 的一个需求 其实是在蓬勃发展的 这是生物制药领域 最后呢就是CDMO 为什么CDMO呢 尽管 一会儿张总会有一个 课目是关于这个资本 含东下CDMO 它中国确实具备 非常好的一个CDMO的 这个基础 为什么呢 人员素质高 然后产业链完整 合成能力强 研发能力也强 也在线 那这种去做CDMO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 但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问题呢 去解决就好了 但它也是一个大事 最后呢 就是原料药和制剂的一体化 我们可以看到啊 刚刚的数据 我们也体现出来了 其实在整个西奥的板块 原料药在下降 对吧 原料药的出口才下降 但是我们的成品 是在上升的 那我也给大家分享 一个小故事 其实制剂的 这个制剂一体化的诉求 中国啊 就是在出海 这个事情上做的较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的企业 做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有一个客户啊 他一直在稳定的 去跟我们非洲的一个客户 在稳定的去买一个品种 叫Persitmo 买了每年非常非常 固定的一个量 从去年开始呢 他们就告诉我 说Bree 我们这个 没有办法再继续购买了 我说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品质 或者说我们的价格不好吗 他说都不是 我们最后发现 我们自己去做制剂 做出来的价格 比印度直接卖给我们制剂 还要搞 所以最后我们就 公司整个决策 就把它变成了 我们直接进口 印度的制剂 而非在进口 原来要过去 自己做制剂 其实这个是 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 那很多企业 很多企业也可以考虑 虽然制剂的门槛更高 但是它确实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发展的趋势 这是第四个 刚刚我们讲完了 这个趋势 那我们也想就是 首先我个人的观点 包括我们团队的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 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中国的原来要出海 医药出海 出口 它也是一个 不可逆的趋势 虽然中国永远 在现在为止 还是全世界 最好的医药市场 但是我们不可能 做一个封锁 close的一个市场 一定是要一个 开放互通的一个市场 在这样的这种大事下 我们也希望 Economy作为一个服务企业 我们也能为 我们所有的生产企业 所有的中国企业 去尽一点绵薄之力 所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服务 首先就是 我们自己有 economy.com这个平台 这个网站 它其实 可以让我们的买家 和国内的工商 和海外的客户 有自由的交流 我们在这里面 做了一个调研 对买家 来我们的网站的买家 都是些什么目标呢 什么目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相当多的一个比例 接近一半的比例 是为了调研产品 和获取产品的信息 所以我们整个在新产品 是非常活跃的 那还有12.2%的 这个比例呢 是为了去 有一些采购意向 他们会留下 自己的一些采购诉求 在这边 然后它整个这个买家的分布呢 也比较地分散 也比较地分散 就是全球各个世界的 这个各个国家的 都会有 都会有 然后呢 那买家呢 主要就分布在 比如说医药 农药 食品天下剂 和大化工的领域都会有 这个是买家的一个 明显的一个优势 这部分呢 就除了一些现场的工作啊 我们因为 跑的市场多 渠道也比较多 所以呢 会留下了大量的 这个客户的需求 是找不着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有很多品种 找不着 所以呢 那我们也会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呢 就会在不定期的去举办一些买家和卖家的一个见面会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呢 去找对应的公司来去组织线下的一些见面会匹配会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些商学院 就比如说今天 就是安妮他们邀请了一个海外的一个专家 过来来分析我们海外市场的一些法规 那我们还会有不定期的 就是会邀请当地的一些团队 当地的一些expert 过来去分析当地的一些市场的趋势 法规法律等等 那需要 希望能给我们所有的工商 提供一些帮助 提供一些知识 也提供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好的 我今天的分享和交流呢 就到这里 那也非常期待 接下来两位嘉宾的一个分享 然后呢 最后呢 祝愿大家生意兴隆 谢谢大家